主要理解这个场地的原因是这个场地 这个场地是当时剧本在写的过程中去看 一个一个这个场地起到的剧作方面的作用就是 它是一个拆迁的环境 尽管片子里面拆迁的声音是后座上去的 但我们的环境不是拆迁的 那么它跟这个当事人的人物的命名直接关联 然后就跟我这个故事的那个感觉也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就选了这样一个场地 那么然后这个场地启发我 是我用一个镜头去拍的原因是 这个故事它本身是一个像个舞台剧要表演的现场 比较想说明所有的来的人都是演员 说他们是演员并不是讽刺他们 只是我的一顶态度说明所有的人各私企 不管是经文工作者还是领导还是基层干部 还是其他帮忙和那些人包括念经的人 他们是非常真诚热情地在完成他们该做的事情 他们认可觉得对的事情把它做完就可以了 那么除了这些演员以外 就是一个当事人做的老太太的故事 但是不认为这个场地的故事 所以说大家都在舞台上有一个争论 一个确实要面临下一个大的人 那么其他的片子我也爱用一些场地的 我相信大家的原因是来说一些关键 关键 关键一方面来自于我想削弱故事的行不信 我最深的看法是表层上是比较多异的 不是那么直接的 我觉得好像我一样强调给观众 如果喜欢了或者是世界的重点 我想让大家自由地去选择看 想看的东西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多异 然后暗游下面 两层下面那种激烈的东西 但是更正式 用的是节奏或者说需要去查 或是过程 这是我爱你唱歌的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我比较喜欢《梦远》的电影 我们才说会有的话 就是电影就是要生活 我拉开了一扇窗 人们可以在窗前停留 也可以在窗前 我做了掌握后 人们经常可以在窗前 我的人物他们的生活区域里面 在行走 在活动的时候 多上的自由 然后关键可以自由选择想看 每一个东西 然后我自己拍摄的过程 拍摄的方式 也是一种自由的不受限 政策经济压制的这样一种方式 我现在做了这样一种选择 我也希望观众 我通常都感觉 如果看不进去 或者看不舒服 可以走 可以播看完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样是一种平等的照片 就像我来解释 刚才我说的 我跟我们常常会观众 是一种舞台的感觉 就一样 就这些是可以不接受 可以有其他的 可以不接受 电影电视区工作过 然后当时我去工作了 没有多久 我觉得特别不舒服 虽然我能够去做得很好 他们很希望我留下来 但是我最终做出的选择 是我离开 就跟当初一样 我选择离开和到这里 现在的一个方式一样 但我现在依然有多 我都会去 我会去做出我自己的选择 我就自己去负责 不管后果有什么 出什么问题 然后选择主流的人 不离开的人 或者是习惯进去的人 进去的人 他也有多 他也要去承担 他去承担 我跟他们是一样的 他们跟我的也是一样的 该怎么做就怎么样 你要什么问题 很正常的事情 四人的怨恨 很多情况下是 比较客观的存在 这样的一种状况 像刚才这个世界 那个经济状况 以及我在本地的 大阪玉玉的关系 这样的一种构成 造就了很多队这样的人 不管是中年的夫妻 或者是个青年的队 在我身边 会这样 不断地发生类似的事情 做了一个剧情研工作者 也许有一个这样子 尽管不是纪念 也许有一个这样的 一些小小的目的 目的 通过影响的造势 可以一些信息传递 然后传递出来 你接收到这些份 很荒谬 这些可以 然后自己的态度 也会来说 就是做一些价值判断 那我们的来源 就是 来源我们自己 所处的地方 那地方 当中的那些任务 关系也是 那么多 基本上 有这个样子 就会这样子 我们来到帮忙 可能就学开了 那些东西 这些东西 就是 祝福